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献上绝杀 尤文2-1 全场结束 尤文图斯获得一场关键胜利 本场比赛在竞一球后 斯罗扩大了自己的欧冠竞球记录 总竞球数达到了131球 继续在欧冠历史射手榜上领跑 还在第二位的梅西 共打近118球 第三名 则是71球的劳瓦 2020年 35岁的斯罗共参加了36场比赛 打入37球 状态火爆程度令人责舍 此外 面对费伦茨瓦罗斯破门后 斯罗已经在欧冠34支球队身上取得竞球 仅次于梅西的36队 如今梅西 斯罗都排位退役 记录随时有被改写的可能 众所周知 很多年轻球星 都是看着超级巨星 斯罗踢球长大的 比如大巴黎球星 姆巴佩 还有很长比赛为费伦茨瓦尼斯队进球的乌祖尼 上半场比赛 25岁的乌祖尼率先进球后 使用了斯罗的庆祝动作 奔跑中起跳 转身 甩手 蹲马步怒吼 不过斯罗可能认为 这是在向自己挑衅 很快他用一记 远射关平了比分 进球后斯罗并没有使用那一套庆祝动作 而是表情严肃手指着远方怒吼 比赛结束之后 77号乌祖尼专门找到斯罗索要7号球衣 精情不错的斯罗满足了对方要求 摸着乌祖尼的脑袋 喜笑颜开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